在这条鲤鱼里的产业道路 有着许多农民在此建筑耕作 但不良的环境 除了一旁山壁 土石容易掉落 路面更是会进行封城 导致农民建筑时相当不便 且不安全 所以特别向仙议员友好 提出陈情 希望透过议员的协助下 县府能够来做改善 三月就流了 那就是这个境地都在这里出院了 这些都会帮啊 现在在这里你看 都没经历就不怕 就都会养员了 不知道我们就说 拜托我们这个 管长和这个 医院先生 帮忙一下 对于鲤鱼里 这条产业道路的环境安全 县运友好相当关心 所以开立配合款 取得县府同意 能够来协助农民 改善困扰许久的问题 在鲤鱼里这件的话 王家山先生有跟我们这边反映 就是在他这个上面 是有许多农民一起上去 有在种植农作物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挡土墙的部分 他其实他如果没有做施作的话 他其实下大雨冲刷 他会连带的把上面的 农作物的土石土鸡都把它留下来 那所以说这一次的话 我们之前就已经有 请县府的公务处有来这边看过 他也特别的 也请县长务必要重视我们地方 农民的需求 那所以说在上次县长来同意之后 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个事情 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完成 之前先远友好服务团队 也带领设计公司人员前往实地会刊 希望减速设计出合适的工程方案 由于远也希望相关工程能够减速来完成 让农民在此进出更做 能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今天让设计公司这边过来 把这边挡土墙的部分 跟这个斜坡的路面 让我们去做一个 将近四十几万经费的一个 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 那这边我也处理了配合款 那也希望说在这样子的 帮我们早日协助 王家章等他很多的农民在里域里做一些 农作物的增重的时候 不要受到大雨的一个影响 而让我们的农物受损 农作物受损 那同时也让他们在 做这些农作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安全的道路跟环境 议长何生峰肯定有 好议员服务地方的用心 也期待在相关工程师做完毕后 农民在此进出更做 都能够更加安全便捷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